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这个外道怎么样子的邪见 它那个邪见不是恶法 不是心恶 那个叫邪 是不正见 能够对生死的正因果不明 不信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说它叫做波无因果 那么这个呢 所谓邪见 那么这种邪见呢 其实是它被另外一个不正见 邪心取理 一个不正之理所取代 那这不正之理当年呢 在印度有一个第一外道 就是它建立了二十五地的这种观念 整个来说 它是从很完整 它这整套逻辑是很完整的 它是从万物出生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生出来的生命呢 是怎么样又相生成长 乃至于产生作用 那最后呢 甚至还进一步谈到心性如何 那么以心性如何 最终归结为有一个神我 它真的是包罗万象 你看西方 西方的话呢 它谈神 但不谈神我 神我是在你内心的 神是在外面的 那么近乎什么呢 近乎它在这里的所谓的明初 这种观念也有的 但是它同时也谈一个神这种观念 谈到神的这个观念来 然后在东方的中国呢 它又谈什么 它谈一个 它也谈接近一个明初的混沌 天地呢 是长养万物的基础 那么混沌之初呢 才产生天地 那么这样子的观念呢 在印度里其实也有这种观念 可是呢 这两个 中国式的跟西方的 最终都没有谈到一个 最终生命的解脱到底是什么 这个外道可谈了 它谈了最终生命的解脱是什么 换句话说 印度呢 一直以来就很 对生命的看法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很完整的 即便是外道 它有一个完整的什么 论述 这个论述的最终过程当中 从产生到生命的运作 生命的元素 万事万物的元素 是怎么产生 到这样子的产生 内在里头有没有一个神 这个神最终跟外在的神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再进一步 甚至于更进一步讲到 好了 不管跟他怎么样关系 那么这个内在的神我呢 这个我呢 最终有一个解脱项 完成解脱 我坦白说 佛教如果不出 就光这样子的一个外道见解 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 而且包罗万象 所以印度人自称他们的国家是一个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 全世界好像也没有人说他不对 说他不是这样 他自称他是一个不可思议之国 全世界好像也都默然了 说是 你是不是思议之国 他都能这样 何况佛教一出 这些外道通通通挂掉 通通不成为能够跟佛教抗衡的 但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那佛教在世界的哲学 宗教 心灵上面的位置有多高 你就可以想儿子 你就可以想儿子 你要先认清这样 认清这样你才不会混沌的说 混沌的说 学做人要先学儒家 哪有这种话 那为什么不能学道家 为什么不能学印度的印度教外道 人家哪里面学做人呢 一样有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文化本位或文化慢心 就渐渐消除 不是说我们要拿佛教的慢心 要来取代 不是这意思 而是我们做佛弟子 要一切以佛为标准 佛为一切智人 一切智人 他哪缺什么 是不是啊 那你在谈那个儒家的 谈那个什么的 那你就是穿了佛衣 用的外道啊 是这样啊 你说中国祖师不怎样怎样 中国祖师在儒家的文化 的地制之下 他还能怎么样啊 你现在才唯一不同 你才能够讲真话 一百年前都还不能讲真话 你还在 植骨不化 逆骨不化 你这个就是同 你这个就是穿佛衣坏佛法 四身中虫 太明显了 是不是 如果一定要这些 那西方人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那个大善人 他们又没有儒家观念 那他们怎么能做善呢 是不是 他们没有父母之爱 没有儿女之爱 有他们的爱的方法 佛教 能够平等地看待一切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理解 这个外道 它其实 这个外道为什么在佛典当中 原始 大圣论典跟小圣论典都提到它 而且提的相当的多 连注解书都有 来注解说 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 你就合想而知说 它当年影响有多大 那么理解这个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整个佛教 整个印度非佛教部分的 所谓印度教也好 婆罗门教也好 奇纳教也好 或者印度文化也好 你就渐渐能体会到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那你也能感受到 为什么整个印度 它的与大自然 跟各种众生的相互关系 会相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它会相对的平和 它不会想到什么就吃什么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它都要吃 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样子 那这些都来自于 它的这些文化 那么很重要的这个文化 就是这25地的概念 那么这里有一段小段文 我们不多说 那么我们带一下 让你了解一下 这个文 不是那么容易表面看得懂 但是我稍微带一下那个概念 它说 25地 在《释教于极著背》里头 就这么样子 这个都很早以来 古人都读到这些 只是说不一定多说而已 它说 一明初生绝 绝生我心 我心生五为 什么叫做五为 就是什么 设身相畏处 那么五为之后 设身相畏处 这个五为 是由心而生的 注意 那由心而生 这个五为 五为就设身相畏处 换句话说 外在的环境 设身相畏处 是我的心生的 你看 这已经接近 为四的概念了 是我心生五为 所以外面的设身相畏处 是我心所生 因为有了我心所生 这种细的设身相畏处 才会有我认为组合成 它的什么呢 地水火风空 这个观念很先进 心生万法 它概念上是这样子 它概念上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看 我心生五为 那么五为生五大 五大就是今天科学家研究的 地水火风空 你看看 连爱因斯坦都还在研究空 空 空间 空间扭曲名为众立场 所以众立场就是空的什么 就是空的表现 宇宙之间的旅行 靠的就是众立场的改变 在空间上转换 所以空 本质上是由五为所生 五为是由心所生 换句话说 地水火风空 是你的心所变现 那心所变现 所以说阿罗汉成就之后 他能献神通的时候会怎么样 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 身下出火 身上出水 入地如水 入水如地 旅水如地 他能够善变四大 五大 他能善变 有一次 有一个印度皇帝 他把一个七岁小沙咪 成道听清楚七岁 七岁小沙咪请来 然后就跟他讲小沙咪啊 人家都说你正阿罗汉 我给你鼎礼 我门关起来 我给你鼎礼 你出去不要跟人家讲 跟人家讲的话 人家会说 我堂堂一个国王 怎么跟一个七岁小孩鼎礼 听起来很害臊 不好看 阿罗汉行想 人家是阿罗汉了 七岁阿罗汉了 他就鼎礼了 鼎礼完了之后 你知道皇帝出门 他会带个喝的水 那个水瓶很小 他就一个座椅 咻一下进入水瓶 七岁小孩就进水瓶 然后咻出来 然后飞在天上 天上出水 天下出火 身下出火 身下出火 身上出火水 然后就咻又回到那里 然后就跟国王讲 国王 你刚刚看到的 也不要跟人家讲 你懂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你鼎礼我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 你知道我什么样 我已经动用四大自在 我已经动用四大这么自在 你见过吗 你这个人王算个什么 我要碾掉你的国土太容易了 我能够呼风坏 当然他不会造恶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展现出来对于 他展现出来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地水火风的动用 你看这不过就是阿罗汉而已 就能这样 就能这样 所以这个外道 已经看到了一定程度的现象 已经能看到 所以说你看看 五为生五大 那是由你的心的转变而来的 所以神足通自然存在 神足通 他自然一定存在的 神足通 他是存在的 清静道路里头也教你怎么修神足通 修宿命通 都有教 这些都通外道而已 所以外道也有 所以他就 他总说了地水火风空 然后这个五大之后 怎么样 生一个什么 生一个你肉体所组成的小 小宇宙 小宇宙就是身体 身体的什么 能知五根跟能做五根 这点也接 佛教也动用了一些 也用了一些 眼耳鼻舌身 能知的五根 他就是把心隔开 这样子而已 能知的五根 再能做的五根 手 脚 口 大便道 小便道 小便道就是生殖器 那么大便道就是大便道 就肛门这个系统 他认为那是维持生命所必要的 能操作的 没手没口 没手没脚 不能行动 不能摘植 也不能煮饭菜 能煮饭菜 没口不能吃 那有的吃进去没拉 你会死人 所以他绝对在影响生命的 是手口足 大小便道 你看看 一点都没错 你仔细说 你仔细在估算 所以这是维持生命的最根本 对不对 当然从表面说 其实还有胃肠 五脏六腑 哪一个都不能少 理论上说是这样 他从表面来看是这样 好 那么这就是什么 所谓的五支根跟五座根 最后生一个心根 心跟我心 生我心那个我心是不同的 这个心根是指的 还是根门上面 它能平等了知 这就是意识心 这就是意识心 讲的那心根是意识心 然后最后 最后成就一个什么 成就心平等根 然后最后合为一个 第二十五地叫神我 神我就是永远不灭 的那个神灵之事 灵灵 灵觉之心 灵觉之我 终究是我 那个我就在那里 是什么 那么这个 至于 然后他说怎么解脱 你知道吗 下面就会讲了 他讲到解脱 外道也讲解脱 他怎么说 那么十二十五地 是数论师所立 明加皮罗西 加皮罗西天第一外道 加皮罗 加皮罗是西天的第一有名的外道 知八万劫事 以上则不知力 你看那八万大劫 不然他就是谁 他其实就是 入到飞飞享受天 顶天了 再上去没路了 修外道法 修到顶了 全世界 自古来民族 所有禅定 入那么深的 史籍上 记载得很清楚的 能够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印度 就是印度 你也没听说过 那个西藏 或者是汉人的地方的典籍当中 是记载了 他的什么样子的禅定 没有 我告诉你 有一定会被记录的 尤其是以中国这么注重历史记载的话 他一定会有的 都在哪里 都在六玉天 顶多到出二三四禅 顶多就这样 顶多就这样 你看他的那个记录 里头都有什么 你看看 还有什么 闹天宫 偷仙桃 还有这些故事 有没有 起大水 这些神话故事 都是都在玉界天里完成的 仙桃好偷 你看看 入出禅的人干嘛偷仙桃 是不是 想他一切自在了 他干嘛吃仙桃 还要什么样 还要第四 特别多的就是第四天 天宫 第四天 有没有 第四天是第二天 是这样 所以都在玉界天里 谈的还是天人当官 天官被责放到人间 常常有这种故事 有没有 有没有 被责放 有没有 天上的人 还在贪爱 不能贪爱 你还爱贪爱 把你责为人间之人 奇怪 责为人间更贪爱 我们台南 有一个最有名的 那个莫老居士 那个要学佛 超过三十年的才知道 莫老居 台南很有名 我都去过他家 老先生在的时候 我都参观过他 他女儿就在那个什么呢 就是在弥勒内院 遇到了他那个 他那个同样被天上 责放到人间的 的男生 当年当军官 追他 他本来要出家 听谁呢 听我们肉身菩萨 弥勒 那个什么 弥勒内院的那个 开山 那个 慈航菩萨 讲课 然后那个军官也来 两个人一对上眼了 再也分不开了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 就有一点人间通的人 跟他讲 你们就天上折下来 折就是处罚了 处罚放逐了 放逐他下凡人间的 你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通通是什么 没发生过这个事 通通是什么 通通是御界天的事 我们 华人里头太多这种故事 诸位 他已经到了 吃八万大节 能吃这样 就还是外道 但他建立了一套 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深深的影响 当时 所有一些外道 那么呢 好 我们现在以下来说 说明 有这么一段话来说 明帝亦明自信 绝即是自大 自大 即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能了别的 能了别的 这是第六意思 那么我心即是我慢 这是第七意思 他能知道这个 因为他已经入在 第八意思最细的 非非想处位置 他从第八往下看 他会看到第七第六 本来是前五四 他都看得到 他都看得到这些 他都看得到这些 那因为他看得到这些 所以他知道 明帝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最终的根本无明 盲民无知 然后能生什么呢 能依夜感所生一切法 有夜感生起的 但他不知 他说那叫自信 为什么呢 因为不被他法所生 自身 不被他法所生 叫做自信 听懂吗 自己有 像上帝就是这个概念 上帝就是自信 他不被他法所生 上帝不被别人生 他自己生 他自己就存在 他的存在不能讨论 他的存在不能讨论 我常常跟我那个双胞胎弟弟 或者他们夫妻 就谈那个宗教事情 我就说 随便聊了 我们佛教是这么看 这么看 你们怎么不会讨论这个事 他说那是神的事 不能讨论 我们的存在是神的事 不能讨论 那就一笔带过 很自在 你懂吗 不要讨论不就很自在了 通通交给神 那我不知道是合理的 因为神不让我知道 神不让我知道 这就是自信 他的存在不能讨论 也不需要讨论 这是自信的 就是存在 因为这个存在 而生觉 明初生觉 觉就是自大 自大 自就是能了别 能了别一切 那么因为能了别了 有自我感了 所以我心 这个自我感出现 这就生我慢 生起我慢 而我慢呢 就能够我施 受用自信 什么叫受用自信 其实就是 执着第八为我 受用第八所生起的一切 万物是万物 换句话说 当我施存在 当我慢存在的时候 自我感 就是我慢 为什么叫慢 为什么要慢 有自我感 不想受伤害 就会慢 慢就是慢心 供高我慢 那个慢 我慢 就是有自我感 生起自我保护 跟自我安慰 跟自我渴求之心 这就是慢 是我的 不是你的 这是我的 你不能拿走 拿走我对你不客气 慢 这个慢 分别忍我 就是慢 就是慢心 不分别忍我 他就不慢心 你看 这个人好相处 什么叫好相处 他就不会那么分别 对不对 不会那么多有意见 那就好相处 他就是慢心低 所以说人要好慢 人要好相处 就是慢心要低 就是慢心要低 那么好 生我慢 生我慢之后 他就受用第八意识 所造的一切法界 所以说你看看 接着他就说了 他说 我施受用自信 我施 即我慢 我施受用自信 是 这个 我施就是 以我慢而施受用 施就想 想要受用这个自信 想要受用这个自信 受用这个自信的时候 明信 则变成 大等 这个明信 就怎么样 他就只好 生出让你受用的内容 那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 舌身香味醋 乃至于 能做的 手足口 大小根 通通出来 变成大的 就出来了 这确实是 然后这个时候 为敬所夫 我就为那个敬戒所夫 就不得解脱 那这里 他说起来 接近对 接近对 我若不施 明信不变 即得解脱 在这里错了 你看 他讲解脱见 在这里错了 你看 一个修到 非非享处的人 他就是认为 这叫解脱 我不施 第七意识不作用 他只剩下 第八的明信 混沌的明信 没办法 把第七意识的 自我感 放下 不失受用 剩下第八 的夜感 存在那里 他说这是明信 天然自信 他就保留在那 他认为这叫解脱 所以他会修到第八 他会修到 他会修到的 四空天 非非享处天 去 也就这样来 已经顶天了 他认为这叫解脱 所以说 印度外道的最高级解脱 它是有一套哲理的 它是有一套哲理的 他这套哲理 支持的他这样修 全世界哪里有这种哲学 够强吧 够强吧 结果佛陀也跟他们修 修到那里 停在那 佛陀说 这样还是不对 这就太难了 这就太难了 太有创造性了 你要知道 我们佛教徒 常常都没什么创造性 佛陀是有创造性的 怎么说呢 你看我那个Facebook 写了个半天 所有佛教徒 要不只给你按个赞 要不就永远给你回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又不能说他回答的不对 你有佛有什么不好 但问题是 写这么一大堆 你去阿弥陀佛 到底你懂什么 所以他的回复 完全是没创造性 没有创造性 问题是我们的无名 最会创造 我们的无名创造一切 一切的贪爱 都是无名创造的 那你要解开无名 你一定要有创造性 也就是创造性什么 不拘泥于既有成规 去看什么呢 事情的本质 然后运用时代的因缘 给予什么 给予消解 当时世尊就是这样 他完全不拘泥于 已经修到这个程度的人 他说 我若不思民性不变 就是这里 核心就在这里 我如果把第七意识的 作用意 完全不动 那剩下第八明性 就不动摇 对啊 因为第八意识 是不思维的 是不自我思维的 也不会自我 也没有自我感的 那这样明性不变 住在这个明性当中 就是解脱 你看 接着他讲了 既得解脱 这就是外道 为什么勇于修道 非非想出天 他这道理论就这样讲 名为涅槃 他自认这样 你跟他讲 那不是涅槃 他就跟你 怎么样 辩论了 一切争论由此而起 是这样 那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以上 以上 就现在略入 维士论的事 你看 这是维士 维士学上面 跟他很接近 有没有 所以是维士在解释他 所以当年大小秤 都注意到了 这印度的二十五地的说法 二十五地的说法 所以人家在修外道 人家不是乱修一通 也不是执着这个肉体 他真的想解脱 他不是不想解脱 他真的想解脱 但是就是弄错位置 就弄错的原因 是这样 接头了 好 那么了 了知这个道理了 我们这样就带过了 够了 这样就够了 这样你懂得 他外道怎么样子的 在哪里出状况 这些最后都形成了 维士学所修正的对象 所以是维士论在讲他 在讲他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天台中的学者 他没有所谓的 只学这个般若中 他们其实天台中 自古以来的学者 也学维士中的内容 所谓的性相二法 性中跟相中 都要涉猎 因为他讲实相 本来就不坏性与相 才会实相 这是两个角度 我们越知道越深 我们就对佛法 越能够尊敬 越能够欢喜受用 越能够有佛法的自主见 好 这当中 二十五帝是这么说 那么有另外一派 他讲六帝 那并不是二十五帝的简称 叫六帝不是 他用另外的 比较形而上的概念来分 他说二十五帝是另外一种分法 当然 是可以 那么六帝呢 他是用另外一个简易的 更比较简单 但是角度不同 他们认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呢 形成他们有不同的外道见解 那我们也简单看一下 这个当年不是第一外道 不过也影响很多 我们简易的量了解 这在《释教于极注记》里头 也提到了这个人 就这种说法 他说六帝者是 有教称言 教称是一本书 那么一是什么 叫做驼嫖 那么翻为主地 第二叫做求纳 翻为一地 第三叫做结磨 结磨就是作业 这我们一般戒律都也用的 叫做做地 那么第四叫三摩若 三摩若叫做总相地 sam就是正 总的意思 那么若就是 三摩就是总的意思 若就是相 再来匹斯沙 匹斯沙叫做别相地 再来摩婆业地 摩婆业地是五成成就地 五成成就 好 那他怎么说呢 他在讲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也是宇宙万物 乃至于生命现象 首先他说到 一个叫做主地 就是五大 十方神异 此为万物所依 他说到 宇宙之间有一个万物所依的 明明的主 这个主呢 不是那个上帝主叫做主 我主 那个上帝的那个主 他不是 他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概念 那么呢 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呢 人生万法 是万物之一 那么再来翻为一地 就色等五种成一 这个时候再来讲 万物之间呢 有色身相畏处这五成 那么就能够依这个主地 再来 扶养屈身 就是坐地 第三坐地 出入来等 这名为坐地 这表示 宇宙之间的运动 因为运动才生万物 这是他的看法 那么再来 总相地 总相地 无论这些运动怎么样 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运动 动作当中 生死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总相 回归到这个万物所依的 这地方来 有一个总相 总相 万法如一 有一个总相 那到底总相是什么 这里是没说了 他是先告诉你 有这么一个总相真理 接着呢 别相地 总相之外呢 还有万法 在透过运动转变之后 产生了种种的差别相 各个不同 各自独立 互不混淆 互相协调 但不混淆 这叫做别相地 那么最后呢 就形成了五层成就 最后形成了万物万法呢 各自在不混淆 当中有和合的统一相 有这个统一相 又能够不混淆的 个别差别 因此就建立了 一切万法的 稳定差别相 这稳定差别相 最终有一个神我 作为所一 那就是最第一个 叫做主地 叫做主地 这个主地呢 以下就说了 这个六地的概念懂了 那下面就说了 六地即是六句 就是有六个内容了 句 句是指的六种概念 六种概念 句 句不是那个 我们现在白话文讲的 那个一句话两句话 叫做句 句是指的六种概念的意思 那么呢 是圣论师所立的 名为是 名字叫为是 此意思我所受用 为解脱时受用六句 离此六句即为解脱 好 他认为 就是因为万事万物 有这个总相别相 有万法成就 有什么呢 有这一切的动作 有一切的能依跟被依的这个主 就是这六种东西 六种东西 被我的心所依靠 受用的这六样概念 所以我们执着动作 我们执着总相 我们执着别相 我们执着这些所形成的 五层色身相畏处 我们也去受用它 那如果呢 我现在不去受用它 通通与万法无依 那我就解脱 你知道这就是谁 裸体外道 裸体外道就是这样修的 所以他建六地之后 他说我这六种真实 六种地理 六种宇宙存在的真理 我通通不受 所以他那个肉体 借肉体来修 肉体也不一一切 所以他一生就是这样脱波 行脚天下 也不住固定地方 也不穿衣服 头发呢 好像也不剪 有的头发也很长 我这次去印度就是 就在刹那之间见到了一次 看到他们一次 听说六七个人 这样从旁边走过去 皮肤黑黑脏脏的 因为他都不洗澡 无所依 走过去这样 那个导游跟我讲的时候 我翻转看他们一下 好像这车就过去了 有点可惜 不晓得有没有照相照到 不晓得有没有人照相照到 是这样 那么他们就告诉我 那就是裸体外道 所以裸体外道也有他们一个 一切不依这样观念 所以说 是我所受用 我所受用 我去受用 如果我受用就未解脱 受用是六句 那么我如果离这个六句 离这个六个现象 六个存在的 六个宇宙的现象 我能离开 那我就能解脱 这真的是苦行 他就是苦行 世尊也曾经这样做 他少吃 他还几乎身上不穿衣服 然后也不予一切的境界相感 他这样 这要修到一定的禅定的功夫 他们也修 但是还没有刚刚那个二十五地 直修到 直修到这个飞飞想出天 因为他这个境界还不需要到飞飞想出天 因为他的哲理的要求没有到那样 还没有到那样 应该修到了空无边处 飞无边处 差不多就已经 飞无边处差不多就已经无所一了 飞无边 那个飞是无所边际 已经放框开来 无所有处 有可能 最后再上去 那个无所有处大概就够 至尊的外道老师 有一些只修到了 不是都修到了那个飞飞想出最高顶天 有的是修到那个第三天 第三空天 无所有处 他这个算是修到无所有处就够了 他的哲理 使他的禅定需求 只修到无所有处 他就认为那里就解脱 所以他把先建立解脱的目标 他去修那个禅定 修到那里 他就认为那是解脱 无所有处了 因为无所有 那我就没有一切可依静 没有一切可依静 我就离六句 离六句名为解脱 刚刚上一个名二十五想 他必须要无所思 那必须最后停在 最维系的维系第八四章中 他才名为解脱 所以他必须要修到非非相处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同的哲理 让他修在不同的禅定上 可是世尊通通修完了 还是不解脱 他就知道这些哲理都错 所以他后来 世尊发展的哲理是什么 就四圣地 就像外道有他的哲理一样 他就发展成四圣地的哲理 物得四圣地 在菩提就误得四圣地 这是最终的解脱因果 是这样 我们摆在这样子的比较当中 就看出来佛法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超越 好 这就是父路长的六地 跟二十五地 同样是外道所依的真理 在修的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了 那么再来第三 就释教于极著呢 注解当中说到 还有一种人 他对于身的我 这邪见 他是怎么执着的呢 他接近 基督教或者是 科学家的说法 这里就讲 前面两种外道 他也拨 就是拨遮四圣地 他不承认四圣地 他不了四圣地 这种外道 是我们今天都还看得到 到处都还看得到 他也拨遮四圣地 也拨就是说没有 遮就是遮止 不相信四圣地 是怎么样 好几种 来我们提一下 第一种是怎样 既从父母为成者生 如鹿且论思 指地水火风 即为为常 能生出色 为能生即为 为父母为 所生出色为子为 他这样讲 他说 那个最维系的 地水火风 是什么呢 是当年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分子 不 原子 不 还有那个夸克 那么组成原子 原子组成分子 分子组成了 蛋白质 蛋白质组成了基因 基因的那个螺旋 螺旋 螺旋就 就组成了什么 组成了我们生命 然后呢 然后呢 形成了 被爸爸的金子 带一半 妈妈的金子 带一半 这叫做父母为 然后呢 组出来之后 父母最为的是 由这个东西组成 在这边组成 然后呢 这金子跟软 叫做子女为 叫做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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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所生出色 他比较 他没有父母 那个为那么细 当然了 你看看 原子 当然 当然出过分子 分子当然 比那个 比那个蛋白质 还要为细 所以他认为 那个为细 的是父母的为 然后呢 我们这座儿 被生的是怎么生 他就是由那个 金子 软子里头 互相结合 把那个蛋白质里头 蛋白质所成的 那个什么 那个基因的 那个基因相互结合 那最后就形成了 能生的我们 所以纯然是什么 纯然是为所成 这就是今天的生物学 科学所看的 就这样 一切通通是 这些原子分子组合的 爹娘 爹娘不过是 促成这些原子分子 然后形成了什么 形成基因 形成染色体 那染色体在 放在哪里 放在金虫 软子那里 然后一大堆金虫 有最前面那一只 钻进了软洞 软子集聚之后 就结合 然后成为一个人 完全跟什么 完全跟什么因果都无关 通通是为所成 父母的这个为 系尘埃所成 所以叫做 父母为成 由父母为成所生 这样懂吗 我们是父母的为成 所以为什么 不是一般为成 是要父母为成 就是讲蛋白质 讲基因染色体这一类 他才能成为我们的父母 这种为成特别 不是一般的为成 这样懂吗 科学家不也现在还在搞这个吗 他说弄一个玻璃器皿 里头模拟那个古代的空气水 跟那个蛋白质环境 然后去打雷 打雷 打雷 看到雷出来 能不能雷出一个蛋白质 蛋白质 看看能不能慢慢给它演化 演化成小虫 小虫变成大虫 大虫变成大鱼 大鱼变成 爬出来 爬出来之后 慢慢分化成为各种 爬虫类 哺乳类 最后呢 有一只猴子出现 那猴子再变成人 这就是他的父母为成 你看是路且论师 顺势外道所见 或者呢 认为都不是了 这太麻烦 太麻烦 干嘛 既犯天等生者 什么维陀论师 维陀论师认为呢 是从纳罗言 天啊 就是所谓的犯天 生什么 生大莲花 不是纳罗 那不是犯天了 说错了 纳罗言天 纳罗言天更高的天 那么呢 生肚脐当中 去生莲花的 那么莲花当中 有犯天主翁 就是犯天的 的始祖 那么他老人家呢 才是万物主 所以万物主 还不是直接由纳罗言 天生的 不是 是由纳罗言天的 肚脐当中 的莲花上面 画出来的 犯天翁 犯天 犯天的 的的的的的 主 那犯天的主呢 生主万物 那么生出一切 有命 有命无命物 所以 到了犯天生 一切有命无命物 就接近了 一神教了 这里就接近一神教 当然本质还是不同 因为 一神教的神 不被人家生 他的犯天还被 纳罗言天生 这样听懂吗 所以 这还不像 不过呢 从后面的就像 那么呢 生的时候呢 还有分 分 从嘴巴生的是 婆罗门最高等级 两倍生出来的 是撒地利等级 也就是军人 管理者 军公教 人员 这是从两倍生的 两脚生的 很惨 是什么 守陀罗 那么两臂 就是这个 腰的两端 身的那个 皮舍 是中下阶层 中下阶层 这是这样生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什么 这个基本上 归类为神我 神生 所以没有因果 他是邪见 所以诸位 这个不能对外讲 这样讲会造成争论 不过在 以佛教的所谓邪见 这样来看 波无这个什么 波无这个生死 烦恼 轮回因果的 这个都算是 那这个算是 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也就是所谓 一神论也都在内 在内 所以我说 这就是邪 不正见 就是不正见 那么等者 还有一些其他的 又什么生呢 你看还有一些 等诸 死 散 外道 祭食生 死散 外道 祭食生 死就是什么 就是 时间到了 他就会生 某一时 时有他的神秘 即时的时候 那个即时 给喜 我们中国也讲即时 有没有 即 即祥 只要即祥的时间一到 他就会生 即时方生 还有安图 安图论斯 他记本 即生 他认为是本 即生 什么叫本 过去最根本 时间在开始的时候 他生的 还有所谓的时间开始 本 即 就是时间的开始 他把时间 跟牛顿看法一样 牛顿认为 时间是一个 某一个时间做开始 宇宙生成 那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为本季 时间就在那个时候开始 即过去之初季 再来口吏论斯 季 虚空为因 在虚空中生 从虚空化生的 那么无因论斯 又认为自然生 不用什么虚空不虚空 连虚空都不要了 自然就化生 自然就生 要有生就生 自然生 然后灰图外道 自记 什么呢 图灰外道 图灰 记自在天生 他认为是自在天 自在天在神的 自在天 自在天天王 自在天 六欲天当中自在天 那么生 那么再来 树作论斯 即树是本业所作 为一切因 这个就接近 有一点概念 他认为是 过去所造的树因 然后为业 为业 然后是这一切因 然后这一切因所生 但这个 树作论斯 这个就比较接近 佛法 有一点接近 不过他还是不同 就是说 树是做所 业他也没解释清楚 是什么 那做这些业因之后 怎么解脱呢 他跟佛教讲的那些苦 我质等 都不一样 都不同 所以说这个呢 是跟佛教不同的 那么好 那么其他就说 法术详载 就法术是一本书 它详细地记载了 这些外道 各类外道 在论生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因果关系 的时候的内容 那这些通通名为 外道见 或者就是我们论为邪见 因为他都是非正因果 非正因果 好 这个部分讲到这里 那么 大概我们把所有的邪见 都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了 这就武力士讲完了 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因为这是根本的烦恼 我们熏久一点 对我们修行 绝对有利无弊的 懂吗 很少你会这样看书 去慢慢地看 慢慢地看 去熏这个武力士 到底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把它熏它一遍 我个人觉得 会对我们自己修行 也会对于教内的修行 跟自我修养 会有很大的帮助 将来这些怪怪的东西 在你心中跑出来 你就知道 不对不对 你就会出来 这都是智慧见解 那么也会帮助我们念佛 那么往下了就更精彩了 但量不多 就是什么 讲到武顿使 武顿使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 贪嗔痴慢疑 几几乎从武力士衍生下来 就必然的有贪嗔痴慢疑 这个东西 你看看 有我见才生贪 与贪不相应就生嗔 贪相应的话就生吃 你觉得对了 就生吃 你看外道就认为这样 他认为他的概念是对的 生贱边贱 贱取贱 他就生吃 他执着在那儿就吃 再来 有贪 有了生贱 有我质 他一定生慢 有贱取贱 他基于我的贱取 贱解的直取 他对于真理 他就生疑 所以贪嗔痴慢疑 自然就出现了 有没有 所以武力士之后的武顿使 基于是必然的 诸位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武力士 反而说的那么多 武力士理论上容易断除 但是我们却说的多 是因为见解一患 你的根本的习性就被他转了 这样懂吗 那个东西不好你说它是好 你在见解上面认为它好 你才会起贪 贪爱不舍起撑起吃 起慢起义 男女贪爱 恋爱本来就是颠倒的 你们八点档看太多 对不对 哈寒哈日 哈到不行 那些人都是美美帅帅 其实不美不帅 衣服脱光了你去看 一点都不帅 对不对 你就误认他帅 这是你的见解错 见解一错 你就迷失在那里 那位拍穿衣服的 那位大少爷 就是我爱嫁的人 那位美女这么温柔又爱 我爱心的就是我爱娶的人 你跟这个傻乎乎的就下去了 你一熏再熏 再熏再熏 熏到后来 你非恋爱不可 因为用看的不足 要自己去做 你看看 就这样来了 所以你就是见解错误 你才认为应该恋爱 你就是见解错误 你才会问说 师傅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从 我从刚出家的时候 我常常就怎么样 就被问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都很自然的反问一件 请问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 那你怎么这样问 你要不你怎么这样问 我出家有不一样吗 你不出家才不一样你知道吗 你不是家最苦 他听不懂 两眼圆瞪 嘴巴张张开 口边流口水 他说我有儿 我有妻子 我有责任 他说这都你想的 你不结婚怎么会有儿 你到时候当时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我爱 对了 当时你为什么要爱 谁叫你一定要爱的 他打不上来了 就见解嘛 都是见解嘛 谁说一定要娶妻生子的 是谁告诉你的 谁定义的 不过就是你的荷尔蒙 带着你这样跑的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哪里真有美 哪里真有恩爱可得 根本没有啊 你妄认啊 这个妄认都是见解上的错误 你才会引贪嗔痴慢疑 所以见解的五恶见很重要 它导引你妄生贪嗔痴慢疑的 所以见解的祸要先怎么样 先弄错 先弄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贪嗔痴慢疑的五顿石 它被慢慢的带引出来的 它虽然很成劲 很难断 但其实它是因为积息难断 被你的见解积息太久 你糊涂涂的就一直在累积 一直在累积 才这样子 诸位 所以往下值得期待 我们来看看贪嗔痴慢疑是长什么样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 向下闻常 将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 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五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众恩 下集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补迪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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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